众生都是父母 你要强迫你自己去爱众生 但是是无所求的 所以我这样讲 我希望各位呢 老师说我下午去那个教堂 我进去以后就拍照 所以我们今天在教堂念了很久 心经 往生咒 辩识咒 干入水 那管理人员都来了 这批人在干嘛这样 那我说我们就请导游跟他解释 不是商业 我们是在祈祷 因为我很认真 那是在超度的意思 因为我以前是天主教的神父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观想 我戴着帽子 然后呢 请求圣母玛利亚 戴着这些亡魂 对不对 然后呢或是地上的 或是地下室的 然后呢跟着圣母玛利亚 看要升天 还是直接去极乐世界 除了观想圣母玛利亚 又观想圣母玛利亚头上有阿弥陀佛 随便他选 但是首先你要让他吃饱 首先你要让他不病 所以你要为他念便时咒 刚入水箭言 念夜言 让他有衣服穿 讲来讲去就是表达爱 爱 关心他 你爱他关心他 他 我告诉各位 每一个鬼都有他心通 你不用骗他 就像有人问我说 师父这个写牌位 我现在改名字的 要写哪一个名字 我说你剁成肉酱 他还认得你 你写 你写不写 对你 因为冤亲在主 难道你改了名字 他就忘了你 那不是好混 所以我说你写什么都关系 他都会跟着你 因为那冤亲在主 讲到冤亲在主 很多人说 师父我帮他写牌位 出了多少钱 为什么听说冤亲在主 没超度 堕胎胎儿还在我身上 你用一个妈妈的心 跟一个观音菩萨的悲心 来爱护他 这个叫超度 因为他不恨你的就超度了 然后你观想观音菩萨 带着他 阿弥陀佛的莲花 他就去了 不难 但是如果你没有悲心 就算你把整部经都背下来 我在台湾还听过 台湾讲什么 念一部地藏经一万二 送一部阿弥陀经 都是行情价钱 这个末法的意思是说 念经变成价目表的时候 那就危险了 所以我到日本也有感受到这样 我到很多国家都发觉 有这个问题了 大牌位多少钱 中牌位多少钱 小牌位多少钱 那变成一种 宗教当作一种买卖 失去了宗教的本质 是最痛苦的 所以我经常跟很多居士 如果你没信心 你还不如自己念 因为你孝顺 你用孝顺的心 替祖先念 念地藏经 祖先好高兴 你用孝顺的心 替祖先念阿弥陀经 而且你相信阿弥陀佛 你也愿意往生 这个观念很重要 首先你相信 因为你要孝顺心 祖先就有他心痛 他就知道 你相不相信 而且你自己已经发愿了 哎呀阿公啊 我要去极乐世界 但是我先送你去 那阿公 那我去那边等你 也就是说 念阿弥陀佛 如果你自己有信心 而且发愿 一定要去极乐世界 然后你去回向给他 对方就会感动 就会去 所以念下来 同行同愿 所以你要跟阿弥陀佛 同行同愿来念佛 然后你的心就可以 转到对方那边去 对方会被你感动 这个叫超度 所以韩国袁晓大师 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袁晓大师小的时候 他的师父 叫什么名字 我忘了 有一次看到一只狗 被打快死了 他就把他救回来 然后再给他念一段经 念完以后 他师父就把袁晓找过来 小和尚 继续帮助这只狗 师父出去一下 师父你有事 对对对 你赶快念 我出去一下 结果袁小大师 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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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狗死了 他也不知道对还错 结果他师父回来了 带着面包 带了去买了奶 就跟人家喂奶了 就放在小狗面前 小狗啊 超度吧 就这样超度了 他师父就跟袁小说 袁小狗要的是面包牛奶 你要让他快乐 你让他快乐 那刚刚你念的经就有用 虽然我想要帮助他 他是狗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这一点各位要记住 为什么汉传佛教很重 打蒙山放宴口 准备一些食物 或准备一些漂亮的衣服 所以我们在台湾超度堕胎胎 我们就会拿奶嘴奶瓶 漂亮的衣服 玩具 鞋子 我们都有带一些来 就放在那边 然后呢 让那个小朋友很快乐 那很快乐以后 为他念经 就像我们现在这两个钟头 是不是修行 等一下把这个修行的功德 就回向给他们 所以让他感受到 我们对他的爱 但是 宗旨不再超度他 宗旨是什么 你想超度自己 因为那时候你充满爱 所以没有对方的苦 你没办法修悲心 修解脱 没有众生的苦 佛没办法成佛 所以众生念佛 佛念众生 因为佛永远感恩众生 所以 因为佛的存在是为众生 所以我想各位 最好的方法 多去接触 下回我来墨本 我看我住一礼拜好了 我这次来还觉得印象不错 我每次每个地方都发这样的愿 但是我没时间 我住一个礼拜 不要搬家多好 然后我就可以去沐沫 你们带我去监狱门口也好 不让进去 我在外面念 大医院 我最喜欢去急诊处 我还一直念 而且坐在哪里 我最喜欢坐在癌症科门口 没人敢坐在那边 得癌症也不敢坐在那边 因为怕人家笑你得癌症 所以我会坐在那边 一直念 为什么 因为对我帮助最大 那个时候我只能用一个心 不然用什么 悲心 对方得癌症 让我们觉得很苦 叫出离心 我也不希望得癌症 但是因为你有苦的感受 就会生起出离心 我不要造这个业 而且进一步 对别人的苦 你会产生悲心 而为他念 念什么呢 什么都可以 你喜欢念心经 念阿弥陀佛 你念 随便你打坐 可以 因为有对劲 你才不会离开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 绝对不是自己关在房间念 当然关在房间是个住院 除非你观想 我现在坐在这边 地狱在我面前 恶鬼道在我面前 然后你要感受到他的苦 所以我现在开始为他们念心经大 比如说那可以 然后再一个重点我要告诉各位 当你感受到众生苦 谁来超度他 谁来超度他 不是你自己 如果你讲你自己 你就会傲慢 是佛来超度他 我们对佛的信心 对众生的悲心 我们变成这个媒介点 就像一个小小的镜子 可以把阳光反射到地下室去 那个时候 你就要保持清静 无分别的空性 你才可以把佛的力量展现出去 这个叫一心念佛 念佛的对境是苦难的众生 所以你要经常这样练习 苦难众生在我面前 然后想到哭最好 要有感动 要有感应 所以我经常去医院 我都去故意人家 如果带我去看 我就会希望多跑一些 这个老人的苦 那个癌症的苦 那个骨癌的苦 我都会把它记在心里面 因为你记在心里面 就像我妈妈的苦 我儿子的苦 我爸爸的过程 我都会把它记在心里面 这样我以这个点 比较容易修悲心 然后不但我妈妈会这样 所有老人都会这样 所以你去想他们的苦 以这个维持悲心 然后这样来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但是为了要把佛陀的 圆满的力量 真实去帮助受苦的众生 所以我要专心 不能有杂念 不能有分别散乱 那这个叫空性 空性不是没有 空性是没有我的分别性 只有对佛的信心 跟对众生的悲心 这个叫空性 所以就像各位在合掌的时候 这只手代表佛的圆满的菩提心 这只手代表受苦的众生 要把受苦的众生 得到佛的加持 要靠我们 我们是那个连接点 所以就像一条血管 我们书血 要救死血的人 不是留一滴血在我们身上 我们做那个中间人 但是你不要说 等我成佛来度众生 讲这句话叫不懂佛法 佛陀说 你现在有悲心念佛 你当下就是佛的力量 在帮助众生 佛陀说 以他的立场 他像太阳一样 二十小时都在普照了众生 但是有些众生 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透过我们来 回向给众生 关心众生 反而他得到了 所以佛陀说 当你念佛的时候 有这个悲心 十方诸佛 皆供养你 记住这句话 皆供养你 还有一尊天王叫 念一下 财宝天王 财宝天王 就是北方多闻天王 他有发个愿 如果有人用悲心 在念佛诵经的时候 他把世间 包括天上的财富 供养他 希望他专心念经 不要跑去赚钱 为什么 因为你在利益众生 所以他叫多闻 多闻就是希望大家 多听闻经典 世间所有人都多听闻经典 所以他的咒跟我念一下 要不要发财 好在他的咒很短 多闻天王 行走来 那你最好 当你念的时候 最好你变成财宝天王的心态 我要护持所有修行的人 念经的人 而且希望他们所念的经 整个宇宙法界都听得到 而且让所有在修行的人 都不缺财宝 各位 如果你有这个心态 你自己也不会缺财宝 因为你为众生想 所以我想佛教的修行法门这么多 特别在大乘佛教 那不离开大悲心为根本 所以不管你修什么法门 我希望各位呢 最好告诉你身边的人 我现在开始在修行 请你做我的裁判 一个人没有人盯着你 不会进步 这个就是佛教的师 老师 拿摩 本师 这个师代表你要有人教育你 影响你 盯着你 如果你一个人 没有人在督促你 你没办法修行 所以各位永远要跟四方诸佛说 护法善神说 请你随时盯着我 我如果讲错话就咬到舌头 我发这个愿的 我好几次没有咬到 就是被针炸在我后楼 就一直很大了 插过去 但我不会痛 我只想 哇 炸到针 不要这样 我就静静的 因为有些话不需要讲 虽然你好心 好话不要说尽 对方现在因缘不具足 不要说 你现在说 他反而起一个烦恼 反弹对他没有帮助 但是你要授权给这些护法菩萨 好不好 你要授权 就像我发一个愿 如果我这辈子再去谈恋爱 我就下无间地狱 然后这辈子就不得好死 我发这个愿了 因为你不发这个愿了 你就会又开始去玩了 因为人不要相信自己 这个叫戒 如果你不敢发愿 那就不叫修行 所以因为你还会伤害到别人 所以针对你自己的缺点 你一定要发愿 你是爱生气的人 你是骄傲的人 你是会批评的人 甚至你是会贪欲的人 你要针对这一件 不过佛陀讲 贪还没关系 贪漂亮没关系 贪才会成佛 了解吗 我们中国人什么不贪 就是贪做功德 对不对 大家出钱 出钱盖妙 放生 放到所有鱼都给它倒下去了 贪可以成佛 但是有一种不能成佛 就是称不能成佛 你如果脾气不好 这是最大的忌讳 因为生气 就是舍弃对方 你就断 你一生气 大悲心就不见了 所以慈悲最大的敌人 就是生气 称恨 所以各位要发愿 那你如果要改变这个习性 缺点 你可能要跪在佛前 佛对 我如果一生气 我就下无间地 你要敢发 各位要不要 敢不敢 但是偶尔还会生气 但是佛陀还有交代 佛陀很慈悲的 不中第二支毒箭 意思是说 当你写了一个称恨心 知道错了 就停下来 不是不会生气 不中第二支毒箭 就像你看到一个美女帅哥 看一眼不要看第二 你不要再转过去 那你就犯截了 对不对 哪有不美的 就是美啊 就是好吃啊 就像我这么喜欢吃豆浆 加鸡蛋 现在不能吃 这个母鸡好可怜 这个母鸡一直生生生 小鸡没有鸡秒钟 全部染成肉酱 公鸡啊 母小母鸡就给它捡嘴巴 开始给它打针 赶快让它再生 生了八个月 全部把它卖掉 一只母鸡生了八个月 它后面还可以活 那个时候是少女而已 因为鸡可以活15年 它大概八个月 就被淘汰了 淘汰一只剩下多少钱呢 你们这边奥币 差不多一块二 一块二可以买一只 为人类生了这么多鸡蛋的母鸡 所以我师父说 你救一只公鸡 你还不如救母鸡有功德 因为母鸡乳牛 对人类的贡献最大 问题是没地方养 我这个月要出国 之前还有个居士 法师法师 做一个公德 我两万只鸭子给你 我说好耶 不要钱 问题是两万只要养哪里 不要钱 为什么 他们要淘汰一批母鸡 母鸭 他说不要钱 你们自己来搬就好 所以各位要有福报 所以来 法会功德 回向所有被杀之母鸭 好 各位养成一个习惯 你提到什么 你都要记得对他慈悲 不管你提到哪一个生命 刚刚我在房间一直查电脑 第一次世界大战 澳大利亚的人死了六万多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 澳大利亚的人包括平民死了四万零五百人 所以赶快写牌位 希望这两天的法会对他们有帮助 所以乃至澳纽战争 澳纽战役 这边有庆祝的 那一次也死了 澳大利亚人死了八千人 纽西兰死了两千多 整个半岛战役 连这些军队死了十七万人 但是各位你要把它记在你心里面 为什么 一直回向给他们 一直安慰他们 所以有机会多到有苦难的地方 多享有苦难的事情 因为这样对你修慈悲心有帮助 我今天这样说 我是发现因为有很多居士 很喜欢念几遍几遍很认真 但是忘了悲心 如果你忘了悲心 去修咒语 金刚萨陀 你忘了惭愧心 去念十万遍 反而会让你骄傲 你忘了真实要消除我慢 承受众生苦去礼拜诸佛 你拜了越多越让你骄傲 这一点会有伤害 所以执着任何一个法 这个法就变成毒 比如说你很喜欢念佛 但是你看不起人家 你是个佛教徒 但是你看不起别的宗教 那这个宗教变成你的毒 所以金刚经说 佛法非佛法 名为佛法 为什么佛陀要这样 就是怕你执着 你执着什么 那个东西就伤害 万法就像药 我想我们洗衣服就好了 脏的东西我们要加衣服 洗衣服 洗衣服就是佛法 最后脱脱脱脱脱脱脱干净了 请问洗衣服要不要冲掉 你一定要把它冲掉 你的目的是衣服干净 而不是洗衣服 不然我就干脆把洗衣粉都放在身体里 就不会这样了 所以任何一个佛法 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 小秤大秤密秤 分了很多宗派 请不要执着 你一执着就出问题 我是某某上师的弟子 我是某某法师的弟子 我是某某法门的 但是你不愿意去接受别人的方法 你已经失去大乘佛教的资格 大乘佛教帮助众生离开痛苦 得到快乐的方法 不分宗教 一切善法都是佛法 法门无量事业学 当然我在哪一个宗派 是以这个宗派做学习 目的是要对所有的众生 所有的法门 比如说你很喜欢念阿弥陀佛 非常好 那对你来讲 每一尊佛像都变阿弥陀佛了 一样的尊敬那就对了 而不是说 我只有看到阿弥陀佛就欢喜 看到它长得蓝色的 不欢喜 因为我曾经去一个道场 我要带他们念钥匙经 他说师父 我们这边是净土中 不念钥匙经 我说天啊 你有没有这个观念呢 他说是 要这样 要钻 不能砸 那你看我很砸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小心 要是佛 阿弥陀佛 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显现 莲华生大师 也是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 释迦牟尼佛的显现 但是 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 像这边有五个门吧 四五个门 你从哪一个门进来都可以 都可以到这边 但是千万不要堵在那边 其他门都不能走 只能走过这边 你已经障碍到别人 一个已经走到里面的人 他会觉得 好多门可以进来 要不要爬窗户也可以 因为你已经看到 真相了 佛法的目的在哪里 需要一个清净心 大悲心 法是帮助我们 成就佛道 帮助众生的 所以什么方法 我们都要学 我发觉很多人 包括我有时候在跟他 讲话 他还在那边 一直念一直念 我还没有念完十万遍 我说我刚刚讲什么 我怎么知道你讲什么 他没有吸收的能力 他有执着一个我 那就不行 所以我在这边 还是要交代各位 千万不要为了修行 除非你要出家 你千万不要把修行 当做压力 我要上班 我要修行 整个抵触到了 修到离婚 修到你老公抗议 那你没有在修 因为修行是要用在对方身上 善待对方 今天你突然在修行 一直吻着人 你赶快停下来 蚊子过衣服 蚊子过衣服 你先照顾他 那叫修行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 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道料理是南瓜蔬菜面疙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放入義工人 1 2 3 3 3 把 10分钟 10分钟 小青菜 雞蛋 芝麻 interactive 今天跟大家推薦的這道料理 也是南瓜蔬菜麵疙瘩 那因為小的時候家裡的經濟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媽媽就會做這個麵粉揉成的團 我們台灣話叫做米糕 然後把家裡現有的食材有什麼東西就加什麼東西 那慢慢的長大了之後家裡經濟框框許可了 然後我又是個無肉不歡的人 我不可以餐餐沒有肉 後來經過姊姊的影響 我姊姊她是一個素食料理的一個達人 因為她的影響關係顛覆了我 對這個素食原來也可以很好吃 那這個南瓜蔬菜麵疙瘩食材非常的簡單 只有青花菜玉米筍還有金針菇 那推薦大家在家裡自己做呢 因為外面會有成本的關係 所以他們都會加一些地瓜粉或者是太白粉 那其實南瓜自己特有的屬性 自己在家裡做其實都不用添加任何東西 它就會有這種法式濃湯的感覺 可以吃吃看 推薦大家在家裡動手做 又可以吃養生 又可以吃健康 又可以吃美味 好吃 深 crespo 始至宜 發摩 八大局 祈祷發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 摩荷 sm我想 Katie 摩 剌割 菠 Bead 佛羅�� quickestğıd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